同一台分享器 有時候客廳順 房間卡 先別急著換機 懂得天線與傳播 你會知道該怎麼擺才對 天線就像是調音叉 要跟頻率共振才有效率 常見的直立天線 大約四分之一波長 長度錯誤 或受到附近金屬的影響 都會讓效率大打折扣 發射端、潰線、天線阻抗要匹配 能量才出了去 不匹配就像是水管阻塞 功率被反射回來 訊號弱開箱設備 而電場震動的方向叫做極化 發射跟接收不對極 等於白白被打了折 機梯台都用垂直或斜極化 某些系統則用原極化來抵抗姿態的變化 在空曠的環境下 距離每增加一倍 收到的功率大概會剩下四分之一 想要訊號穩 就別讓距離拉得太長 而無限也不是看得到就好 在中間有個菲尼爾區 像是透明的甜甜圈 要盡量進空 在這當中 哪怕一根欄杆穿過 都會讓訊號變弱 室內會有反射 波跟波打到一起 可能會忽搶忽弱 我們稱之為多路徑干擾 多天線的MEMO 或者是成為波速成型的技術 就是將這些反射變成助力 在收不到的時候 你只要換個角度 或者是離一半步就會有救 把分享器放高 離金屬和水遠一點 需要速度就走直線 用高屏 要穿牆就選低屏 天線的方向 也盡量要跟裝置的極化對齊 你知道菲尼爾區最怕被什麼東西擋住嗎?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部影片見